歷史為盡 以鼓見證 笑談天下新鮮事 齊有此旅開講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旅圈 歡迎收看今天的齊有此旅 換個角度來講道理 OK 我們說人生有夢 但足夢踏實 我們說大部分如果問你說你的夢想是什麼 我相信可能有一半的人回答是環遊世界 還有一半的人回答是世界和平 不好意思 你轉到一定是選美節目 那我們這麼說大概除了環遊世界以外 很多年輕人的夢想大概就是有一間屬於自己的房子 那如果夢大一點就是有一間豪華的房子 換句話說就是豪宅 那你說環遊世界跟豪宅到底能不能合而為一 我告訴你它辦到了 怎麼辦到了 你就買一艘豪華的遊艇就好囉 你說可以乘坐著你的遊艇去環遊世界 看盡世界的風景 那當然如果你不是遊艇你是遊民 那就是看見人情的冷暖 那我們今天邀請到這一位 他13歲就出國了 他是現在台灣遊艇公司的第三代 他為什麼會想回來 那到底有錢人玩遊艇到底在玩什麼呢 那那邊每個人都沒有你是誰找要做阿威 他當然玩的是不一樣的東西 有錢人他就是任性 他可以要怎麼設計就怎麼設計 據說他們的訂單其中還有一個是拍A片的導演所下的訂單 你們要鋼管然後要粉紅色的 我好像有看過這部片子 不是我們要聊的不是這個 那當然有錢人他甚至在船上也要規劃他寵物貓狗的動線 是的 我們今天邀請來的是奎隆造船的第三代 黃李文 Andy 大家好 老師好 Andy 你們是奎隆造船嗎 對 奎隆遊艇 對 那為什麼你磕著特斯拉 為什麼你磕著特斯拉 粉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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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說像我們常看到很多遊艇 比如說我們今天這個 我們影片裡面要展示的這一艘遊艇 像這麼豪華 這艘遊艇幾房幾天 我們的遊艇大概都是三個房間 一個大客廳然後兩個衛浴的 三個房間兩個衛浴 三房兩天掛一個特別這樣 那我們這麼講 像這一艘遊艇它幾尺 它57尺 57尺 57尺算大嗎 這個尺寸其實算 兩個人操作算大 但是如果你有船長 那個尺寸算剛剛好中等 大概30噸 以台灣人來講是30噸 像這樣子一艘遊艇 如果說以一般來講正常的size 因為你們主要做風帆的嘛 對 做帆船嘛 對 正常帆船 因為我聽說 因為我剛好有一個朋友他買了遊艇 然後沒多久他就破產 他買了一艘遊艇那時候是70尺 對 OK 70尺在遊艇裡面算大還是小 看多少人去開趴 OK 所以是人數的問題不是大小的問題 對 我們說以正常來講遊艇的尺寸 其實尺算OK嗎 其實算大了 算大了 那如果以帆船呢 帆船也算大 其實這個尺寸都是可以環遊世界的 OK 對 那像這樣一艘船要多少錢 其實船的金額 會看你的船的配備而定 就跟我們買車一樣 對 你要迫現在入門款才200多萬 你選配選完之後490 對啊 像我們在那個鏡頭畫面裡面看到 這艘船大概要多少錢 大概1億 大概1億 對 它算頂配嗎 頂配頂配 你有洗碗機 你有冰箱製冰機 你有洗衣烘乾機 整艘船 引擎啊 冷氣啊 什麼配置其實都有 這已經是頂配 OK 但是聽說外國的船 比我們便宜很多 外國要看是 因為有的地方 他們的船是量產 就像我們 比較可以理解像 Toyota量產型的 那跟Porsche Porsche就是比較客製一點 那當然價格就會有差 它是下單再生產 對 雖然它也是歐洲 也是德國或法國或義大利製 但是其實他們是量產船 跟我們台灣 比較算高度客製化的船 其實是不一樣的 量產 那我們是怎樣 我們的優勢到底在哪裡 我們價格差那麼多 我們的優勢在哪裡 其實台灣的船的優勢 是在於說 我們把我們製造的工法 跟國外那個量產的比較不一樣 我們有三奈米 可以這樣講 說出來聽說到底差別在哪裡 我們的優勢到底在哪裡 對 就是我們的船 其實建造出來是 比較適合拿去環遊世界的 對 因為我們的船的結構設計上跟做法工法 都比較強硬 OK 那這個東西在海上這種高岩 溫度高濕度高的地方 其實是比較耐耐後性比較好的 OK 那這麼講 帆船跟遊艇的差別在哪裡 帆船其實也有引擎 所以我們的帆船也叫動力帆船 那遊艇是只有引擎的動力 那我們帆船是 當然你出去外面之後 就可以靠風了 對 但其實風也不是說 你想要有什麼風就有什麼風 所以不是說你想要去哪裡都可以 其實你想要去哪裡 你還要看那個風向 那個浪 那個環境 所以其實玩帆船蠻難的 就是說你要懂海 要懂風 然後你要懂這個 要懂怎麼賺錢 對 還要修船 還要懂船 對 因為你知道 這個 還是那句老話 我們這個貧窮限制我們的想像 但是你知道 有時候我們在看那些好萊塢電影裡面 他們很喜歡演那種 就是什麼富二代 或者是年輕的富豪或者是怎麼樣 他就是 開著船出海 然後船壞了 OK 遇到暴風雨 遇到什麼 然後漂流到一個小島上面這樣子 萬一你在海上 OK 遇到風浪太大怎麼辦 因為畢竟你知道嗎 你說 我們就講七十尺 七十尺 你覺得你近看很大 在海上那個是 那個滄海一個偏洲而已 對啊 所以其實你遇到的大浪 一是你要先讓自己 不要陷入到那個情況 所以你要看風向 那現在這個科技都很發展嘛 衛星啊 然後他們那個 雲土的那些偵測跟預估 都是蠻強的 所以你要去一個地方 所以你會先看說 今天浪好不好 風大不大 那適不適合到這個點 比如說我現在從高雄要去澎湖 那我一定要看說 這個風向這個海流 適不適合我出去 如果不適合 那當然自己要有新知肚明說 不方便 不要被拚 對啊 所以這個是第一 第二是都有不可預測的時間 對啊 那這個時候 你可能就是要慢慢的 把帆收小 可能收到完全沒有 然後讓他先度過這個風浪 之後再繼續你的航行 OK 那我們這麼講 大概買你們的船的 都是哪一國人 或者是怎麼樣的人比較多 我們都是 其實都是美國人 都是美國人 老外 以前早期有一陣子是歐洲 歐洲那邊也有 那 但是他們都是 基本上很多律師 很多醫生 然後 創業家 公司老闆 那他們都是從小 其實 在國外啊 他們就是從小 培養 爸媽都會帶他們去開船 都會帶他們去開帆船啊 然後都小小台的 為什麼你家爸媽小時候 帶他去開帆船 我爸媽小時候帶我去工地鐵船啊 媽啊 你檢查一下 OK 那 聽說 有很多那種遊艇俱樂部 那你們帆船應該有帆船的俱樂部 帆船有 對 帆船 其實台灣也漸漸的開始有在 走帆船俱樂部這一塊 那 這個在國外其實蠻順行 其實像 你看美國盃 那還有他們 美國 舊金山啊 紐約啊 這些都是很早期的 蠻有名的一些 那個帆船俱樂部 應該講 現在都變成遊艇俱樂部 統稱啊 但是其實帆船跟 遊艇本身 他們 大家都有在玩嘛 那這些俱樂部 他們都會辦一些比賽 對 所以就是 其實這個產業是靠比賽 大家在維持 在維護這個大家的 大家的這個興趣啊 這個關係 你知道像很多俱樂部 當然 除了大家 禮拜六禮拜天 帶著妞 上船 然後出海 狗仔拍不到 無人機拍不到以外 聽說有那種就是 主團然後環遊世界 對 冒險就搞一年 對 所以一定是有錢又有閒 又不怕死的人 對 大概他們 他們其實開船 這個叫World Arc Rally 他這個就是會從 美國的東岸這邊 美東 開開開開 往下開 加勒比海那裡 往下開開過巴拿馬 然後跨那個巴拿馬運河之後 再過去斐濟 斐濟再過去就是澳洲 那這個大概就已經要航行 從1月到9月 這樣就要1月到9月 對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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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時間是很長 但是他們一次大概會有 差不多在100到200艘 遊艇 一起來 一起跨洋 那他們到9月在澳洲 從9月那個時候 再從澳洲 再繞過去地球另外一邊 他們會從澳洲 然後去到那個 南非 坎普頓 對 然後再從那邊 再過去巴西 然後再從巴西再回到 剛剛講那個 南美洲那個 加勒比海 那個聖露西亞 那個地方 聖露西亞 對 那這樣子回來 就是隔一年的4月了 從9月到4月 你知道因為航海 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人家說 古早人說 登山過台灣心頭 就整圓一個 像黑家圓 OK 那問題來了 在海上航行 你怎麼準備那麼多的水 跟食物 對 因為你知道像以前 這跟大家科普一下 當年我們的老祖先 我們的公安媽 他們登山過台灣的時候 因為以前的船 不是像現在那麼好 我剛剛 插蚊子倒倒的 有沒有 蚊子就乖了 所以他們後面會拖冬瓜 就是 就丟在海裡面 就拖著 有沒有 一個蚊子拖著 拖著 因為冬瓜的水分 含水量很高這樣子 因為我們知道 太空人有太空人 特別吃的食物 你們玩帆船的 像他們環遊世界 有沒有特殊的 配備裝備 或者是食材 這個 其實 你想要什麼都可以 其實你就是 我們會 我們的船上面都配有 冰箱 配有爐子 那 你要煮什麼 也有微波爐 那也有烤箱 所以其實你要做什麼 都沒有問題 現在不像早期 我真的沒聽過冬瓜這個 說到這你就慘了 真的 所以他們沒有 就是 其實跟在陸地上也差不多 然後就是 反正開心的 然後這樣子去玩 對對對 但是最好玩的是說 你在開的時候 你可以釣魚 在釣魚 你會釣到 譬如說那個鬼頭刀 像我之前跟客戶去開船 鬼頭刀 我還坐牢一下 我告訴你 我帶你來萬利就好了 那裡整頭都還要買頭 買頭吃了才三個 對啊 但是蠻好玩的 那個在拉 拉起來之後你要 把魚敲暈 那有的人會說 我要拿那個VACA 那個福特加 放在抹布裡面 然後把那個魚 悶醉 悶醉 這個是比較人道的方式 那也有人 比較不人道 拿一隻刀子 就直接從魚頭插進去 那個就是瞬間的 可是兄弟 我們這麼講 剛才我們講那個 那個行程就是海上一年 其實我 我常在演講的時候 很多觀眾朋友就是粉絲都會問 老師你的夢想是什麼 我說談夢想有點遙遠 OK 但是我覺得希望有一天 我財富自由之後想去環遊世界 然後呢 我連行程都找好了 有一艘郵輪它就是在環遊世界的 然後它一個行程大概在一百多天左右 OK 那我們當然會想知道 那一百多天在船上能幹嘛 它當然可能幾天幾天之後 會到哪一個港口 幾天幾天之後到哪一個港口 你可能前前後後走了三十幾個港口 五十幾個城市這樣子 可是如果說我們駕著帆船 我們駕著帆船要環遊世界一年 你可是大部分時間你是在海上 人家那麼大的郵輪 它可能七萬噸 十萬噸 二十萬噸 它上面有很多娛樂設施啊 那不會很無聊 其實大部分時間不是在海上 大部分時間是在港口 是停留在某一個地方 那你也是下去玩 大部分時間都是在開 你開船的時間 大概只有 每一次開船 你不會開超過七到十四天 最遠最遠你要跨大西洋 你可能也不會超過 也不會超過十四天 像我們最近有一個客戶 剛從台灣開去日本 然後從北海道那邊 開去阿拉斯加 這一段最遠的航行 頂多十五天而已 了解 這個是已經是 最遠的 算是已經很遠 但你也不會讓自己陷入到說 我要開個二十天三十天 這種情況 你一定會找一個比較近的點 到下一個點 那你到那個地方 你也是下去觀光嗎 你也是下去玩 然後跟當地的人啊 去熟悉當地的文化 這個其實是環遊世界好玩的一個地方 那簽證怎麼辦 這個就是有 有agent他幫你辦 有agent他幫我們做 所以你去到每個地方 一定要有agent 像其實我們客戶 那時候來台灣 就是沒有agent 然後我一直跟他叮嚀說 你要有agent喔 你來台灣台灣是一個 開船是滿 進出港內是滿麻煩的地方 他到最後沒有agent 結果我們就用一個方式 他是緊急事件 然後引擎壞掉 然後進來 結果沒想要開到台灣的時候 引擎真的壞掉 山海裡 接近台灣山海裡的地方 真的已經壞掉了 然後所以我們那時候 就不得已就是 借了一艘大艘的遊艇 把它拖回來 我們開去送一個零件給他 剛好我們工廠有零件 送過去給他之後 他把它換了 然後又開 就開進台灣了 OK 就海上救援 那遇到海盜怎麼辦 海盜 我們通常都會盡量避免 海盜出沒的區域 對 那這個其實都可以避開的 那我們客戶其實很多都會要求說 我船上要放 來撫槍 槍的那個 叫做Gun Locker 那個就是放槍的地方 可是那個要有執照 要執照 你知道貨輪 我們常看到貨輪被海盜鞋持 不好意思 貨輪它在合法的範圍裡面 它是不能放槍的 是 可是其實我們也不建議你有槍 對啊 因為其實通常船上有槍 最危險還是自己 你可能插槍走火 不小心就弄到震源 對自己弄掛 對 那我們有一些客戶 真的要去比較危險的地方 他會 他會準備一種槍 就是那個是一個聲波 他會把人震暈 對 這個東西就還蠻特別 這個是合法的 但是它是一個高音波的東西 然後它有一個警報的功能 它會發出很大的聲響 所以這個東西是合法的範圍內 那可以保護自己的 大概哪些地方海盜比較多 我們印象比較深的 大概就索瑪利亞嘛 再來就瑪利歐甲海峽嘛 還有其他地方嗎 瑪利歐甲你說有 可是其實我自己開過 沒人遇過 我自己開過 我從那個安德曼巡島 在印度洋那裡 開到普吉島 普吉島 再下來就是蘭卡威 接下來才是新加坡 就這樣開開 開了大概八天 我們也沒有遇到海盜 其實那裡最多 因為有遇到海盜都沒回來 我就不會坐在這裡跟你聊天 那個叫幸存者偏差啊 那裡最多 因為瑪利歐甲海峽其實是一個貨運的主要幹道 非常重要 那裡最多的就是貨船 跟漁船 什麼燈都沒有的漁船 那個漁船是比台灣那個還要小型 你幾乎在海上是看不到他們 那其實你開過去最危險是怕撞好他而已 OK 那他們還有就是很常在那邊做定制網 所以那個定制網就是你開過去 其實遊艇開過去是蠻危險 因為其實都會容易勾到網子 那你就有一些問題 所以海盜是沒有啦 但是漁民很多 在瑪利歐甲 那這麼講 如果說一艘船 現在要環遊世界 大概要 我們剛才講的 什麼食物啦水啦 那個現在都不用擔心 時代不一樣了嘛 很多那種真空包啦怎麼樣 船上微波爐什麼都有嘛 OK 那大概要多少 一艘船的話 像你剛才講的是兩三百艘船 我現在就是講一艘船 我就是一個人 我就是要放飛自我 然後我要去環遊世界 我整艘船大概要怎麼樣的配備 我說的包括人員 你就買我們家的船就可以了 我說人員 人力上的配備 人員其實 一個人也有人在環遊世界 兩個也可以 其實你不需要這麼多人 但是我們會建議 就是說你出去航險的時候 大概四位到五位 因為四位到五位是舒服的狀態 你每一個舱都有人可以睡覺 每一個房間都剛好是滿的 那大家用洗手間啊 那些都沒有問題 還有就是我每天24小時 其實你要把它分成一個時段 幾班制這樣 大家輪流 輪流開船 那如果說他一個人要環遊世界 那晚上 就你有聽過一個人這樣出海的嗎 有 我覺得他們很大膽 那晚上怎麼辦 他想睡覺了 然後就放船讓海上漂流這樣 我覺得很瘋 我覺得這個其實蠻可怕的 而且很危險耶 那個天有不測風雲 突然那個暴風雨來襲怎麼辦 所以現在其實有一些科技 我們會導入一些科技 就是晚上比如說夜市 然後比如說高亮度的 自動駕駛 對 它自動駕駛本來就標配了 本來就都有了 其實自動駕駛在船已經用了 真的是可能二三十年有了 真的是蠻久 那你要比較注意就是說 晚上海上會有很多那個漂浮的 比如說樹幹啊 或者是說一些那個 垃圾袋啊什麼的 漁網 有時候是貨櫃 貨櫃 貨櫃 貨櫃非常多 那那個東西你在海面上根本看不到 那這個是 你就是要用現代的那種夜市 你去看嘛 對 那這個會幫助你 減少很多船被撞到的機會 另外一個是可能有些船 他可能也是一個人在開 他也沒在看 你們兩個就相撞了 茫茫大海要撞到也不容易吧 但是真的很常發生 OK 那像這樣就算船難了嘛 對 那怎麼辦 你就要 其實現在很多船都已經有衛星網路了 我舉個簡單的例子 你知道台灣以前有一個那個 超馬的選手 跑那種超級馬拉松什麼 橫越沙拉沙漠的 以前他在就是 剛跑完超馬然後常在上電視的時候 他說他們那時候有配備一個手錶 是 然後這個手錶一拉 他就會發射衛星訊號 對 然後周遭的軍隊什麼的 24小時之內會來救你 你們有這樣子嗎 我不覺得有到這麼快啦 但是我們有那個 它那個就是也是 Safety Device 它這個東西你碰到水 它其實就會自動發出一個訊號 那會聯絡那個 比如說最近的那個國家的那個海巡 那海巡他們當然就會 會先聯絡附近的船隻 如果附近剛好也有其他遊艇或貨輪 或者是說剛好有人在附近 你附近 那他們就會發訊息給他們 請他們先去看一下 那如果真的很遠 那他可能海巡就會派人 OK 那這個其實很常發生船難 真的救不回來就是救不回來 因為有時候你可能是在100海裡 200海裡之外 你根本是看不到周遭的人 對 所以才會一起去 大家才會一起說 我們一起去環遊世界 有個照應 對 所以你還講 第三隻真的變成了 那萬一比如說像 你們有沒有遇過那種客戶 就是跟你們求救 就是他在船難 在比如說海上船壞了啊什麼的 然後可能打衛星電話跟你們求救 最近的就是我上次去送零件的那一次 就是在山海裡送零件那一次 對對對 在大海茫茫找他的船 然後把零件送過去 回來還要被我們海巡叼 說你已經脫離我們的那個監控範圍 其實我們海巡有在看 我們海巡有在看 怕你走失了 對 那像這樣子的 你們會另外收費嗎 其實沒有 我覺得這個就是 大家 其實你跟船組之後就變朋友 就是一種服務嘛 客人嘛 朋友覺得這個是 守候服務 安全上的問題 那你可以幫就幫 但真的不行 我沒辦法還是要 還是要請人去 對 你們最常遇到就是海上零件壞掉 很長 很長 因為大大小小的零件 常常都會有一些問題 不得沒有辦法避免 那個是他幸運在三海裡 是啊 他如果在三十海裡 在五十海裡怎麼辦 他那個 那個客戶他環遊世界已經兩圈了 一圈大概兩萬五千海裡 那他已經環了大概五萬海裡 他很常遇到就是引擎壞掉 失去動力 沒有辦法就是慢慢飄慢慢飄慢慢飄 他厲害的地方就是他可以用帆 慢慢的讓他的船到他想要到目的地 可能時間久一點 是 可是他還是會到 對 那如果海上沒有了呢 一樣的意思啊 沒有了你也是要想辦法用飄的飄到那裡 我那一次 其實我有一次跟客戶去迈阿密開船 開到波士頓 我們就是這樣 很遠耶 對 直接切過去 開 開到最後是沒有油的 因為那個客戶很急著要把 要把船送到那邊 他說他要給他老婆 要跟他老婆過一個那個 結婚週年紀念日 所以他就硬要開到那邊 然後到那邊之後 我們到了碼頭 看到碼頭了 結果沒有油 然後那個船長很厲害 就慢慢飄飄飄飄 飄進去那個港 OK 沒有動力的情況下 還把船停好 那就是技術 了解 那有沒有遇過什麼奧客 蠻長的 來來來 跟我們講一下有多奧 有多奧 其實他們 客人都會說 我想要買你的船 但是 我現在可能剛好沒有錢 其實他們不是沒有錢 但是錢可能放在股票裡面 不想要現在兌現 那就會開始跟你拗啊 這裡拗啊 但是到最後你 你也要跟他講很清楚嘛 你今天要買這個東西是奢侈品 不是必須品 你想要買船你就要走 我們就是有這個合約 有這個程序 不是啊 他要買船 他不走合約不走程序 你要拗什麼 很多 因為我們客人很多律師 律師都自己他會改你的合約 你去買車 你有改過那個車子的合約嗎 沒有啊 連合約都沒有看 房子嗎 當時要買什麼 隔熱紙 還有呢 尾翼 還有呢 行車紀錄室 這樣而已 沒有啊 簽簽簽 OK 當時要買船船 就這樣而已 對啊 我說他們會自己改合約 改完我們還要拿去給我們的律師 你們的法務看 對 那個他改帳好不好 律師就會跟他說 他改帳對你們來講不好喔 因為你們可能要付運費 可能要付進口費 然後進口稅 然後可能要付什麼什麼什麼 你的保固本來從 一般基本的保固是一年 我們的船體建造這個是五年 結構是五年 那他可能會說 我要十年的保固 我的一般的保固要從一年變成兩年 可是他不要付任何的錢 對 就變成是 你沒有辦法 你要不要賣這艘船 好 就是拗保固嘛 對 就是拗保固 很正常啊 我也幹這種事情啊 我買車的時候也是拗很久啊 對啊 然後揮揮揮揮 該不會他多送我一年保固啊 對啊 這不是很正常嗎 這不算OK啊 沒關係 大家的立場不同 我想聽到 有沒有更拗的 更拗的喔 你是想要聽那種 要送 送一些VIP行程嗎 對對對 有送VIP行程嗎 沒有啦 來告訴我們一下 什麼叫VIP行程 我們其實有時候會 給客人送他們一些教學 就是說你買這艘船 我會給你一個禮拜 或兩個禮拜的教學的那個 我們會請專業的船長 教你怎麼使用這艘船 那其實這對我們來說也是好 這不是本來就有的嗎 這個其實是後期我們覺得說 應該要慢慢的加入這些東西 我車子要交車的時候 那個Sales也要教我怎麼用啊 他會送你去開那個考駕照嗎 倒是不會啊 就差不多這個意思 OK 差不多這個意思 因為我那時候去我朋友的 遊艇上面的時候 因為我們可能沒有申請出海 所以我們就在高雄港裡面繞一圈嘛 是 好就是繞到博二 然後繞到奇金 西子灣這樣繞一圈回來 他們要另外請船長 對 那你們這個也要另外請船長嗎 看個人 不一定 因為有的人會覺得說我可以 那我就自己來 那有的會覺得 我今天有船長 我一個月給他幾萬塊 他幫我處理這些事情 所以是看你怎麼去想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蠻好的職業 這個船長這個職業 OK 那我們剛才講說 除了拗這個以外 還有拗什麼的 他基本上就是會想要跟你砍價格 一次砍可能就是 上千萬台幣的 OK 了解 那你看你要不要 願不願意付這個嘛 對啊 OK 那剛才我們有提到就是 有拍AV的導演 在你們那邊訂船嘛 是 那一艘船有沒有什麼特殊的地方 比如說船上可能有 有十字架啊 有手銬啊 這樣 他其實是 就是要求我們 裝一個港管在船裡面 對 然後 還有可能裡面一些內裝 內裝他會去做一些調整 就是那個 粉紅色的內裝啊 還有豹紋啊 那一些之類 但我們 那時候也有跟他們講說 你這樣子以後會變得很難去 賣這艘船 二手架會不好 對 那到最後他還是決定說 他有做一些調整 對 可是他還是決定要賣 我有聽說過 就是 船 重點就是買了之後 它後續所產生的維修費用 跟其他衍生的費用非常的高 對 Andy你可以幫我們介紹一下 有什麼 所謂的後續的維修費用 跟衍生的費用嗎 其實一年大概我們就是說 抓這艘船的價值的10% 10% 對 所以比如說我買一艘船 6000萬台幣 就200萬美金嘛 6000萬台幣 所以我每年要抓600萬來養這艘船 光是 就是會有停泊費嘛 停泊費 然後有一些維修 維修的費用 比如說你船上 那個船殼 你就是每幾個月就是要整理一下 要打蠟 不然其實你這個船殼很快就會燉掉 就是霧掉 那個因為你在海上 有鹽又有水氣 是 然後又有太陽一直這樣曬 這就像我們那個 海邊的車比較好拍一些 沒錯沒錯 你要做防鏽的處理 對 然後還有可能船上 你其實裝備越多 你就越多東西要修 要維護要檢查 引擎也要換機油 然後還有發電機 發電機也要檢查也要換機油 還有就是說冷氣 因為這些東西都是靠海水去冷卻 那你船底 有時候會長一些有的沒的 胡騰 長一些貝類 那這些東西也要把它弄掉 要清 清掉了你船的速度才不會太慢 因為你東西越多船越重 你的阻力也越高 那你這艘船就會跑不快 跑不快你耗的油就多 那是不是就是對你來講沒什麼好處 你們船大概最快可以跑多快啊 我們的帆船最快大概差不多九捷十捷那裡 九捷十捷 一捷大概是1.9公里 1.8公里 所以我們如果以十捷來算 大概一小時18公里 差不多啦差不多 不會很快 我們帆船其實不是很快 那帆船主要是要環遊世界 它是要 這個船體的設計就是要抗浪 在抗耐那個氣候 那你在航行的時候不會讓你很不舒服 所以它不是要快 它是我要能夠破浪 我要能夠在這個大浪之間 我可以航行的比較穩定 那像我們這種什麼都不會的 如果要去考一張帆船的 就是駕船的駕照 大概花多少錢 考個動力小艇的駕照其實不多了 大概幾萬塊兩三萬塊應該就有了 可是你 那這樣子那些拗客沒有很拗啊 不是那個的問題 因為他們其實是 他們 我只是挖洞給你跳而已 讓你拗兩三萬而已 他有算拗客 對啊 我去買車也拗這樣 你知道拗到什麼 李小老師你不要這樣 你知道我什麼 我怕上那個爆料公社以上 你覺得很機車 我們等一下簽一下 這樣沒有很拗啊 就拗你兩三萬 就是考駕照而已啊 它還有很多課程 你考一個駕照是 就是一個使用執照而已 但是其實你要真的要去開 你還是要懂 這個 帆船相關的一些知識 就是你的航行的要怎麼航行 然後你的風向 你的要怎麼樣看海流 然後怎麼樣 在沒有航移的那個輔助下 你可以去從A點到B點 這個都其實很深啊 其實航行這個是蠻深的一個 你可以取個例子給我們聽嗎 因為我們聽不太懂 就是現在我們都是數位時代 在沒有數位的輔助下 那你可能要用側向衣 你可能要關心 這個你要會看那個 羅盤拿出來這樣子 是啊 當年哥倫布就是這樣發現新大陸的 對 沒錯 所以連這個都要學 就是還要學會野外求生就對了 是 然後海圖 你要會看那個我們的地球 我們的每一個海洋的海圖 對 這其實蠻難 因為你還有 你去到每一個地方 可能那邊的水深不一樣 你可能會擱淺 那你就要注意說 你要怎麼開 其實你有時候不是說 我A點到B點就是直線 是 我可能要繞 對 所以你們的海圖 應該有跟你們講 下面的水紋啊 那個地形長什麼樣子 是 可是那個一直在變 因為海流嘛 那那個我們的海底其實 一直是在變動的 不一定現在講說 這裡有幾 水深是多深就是多深 可能它會 突然間變淺 突然間變深 那Andy 你有自己自駕出海過嗎 自己沒有 跟客戶有 跟客戶有 對 然後那你自己 就比如說你可能 三五好友一起出海過 我朋友都還沒有有船 但旅捷老師買 對 這人說話實在是 讓他們都越聽越爽 有沒有那種你的船 有比如說他們發現無人島 無人島 其實大部分地球上的小島 應該都已經被發現了 他可能發現了 他那邊沒有住人的 那個滿多的 那個其實滿多 像加勒比海就有上萬個小島 那邊其實你去玩 最好玩的地方就是你開著船 到那個地方之後 你就用你的小艇 橡皮艇那種 掛在船後面 你就用那個小艇 登陸那個小島 你就在小島 做你想要做的事情 在那邊放鬆 然後你在搭小島 你的小艇回來 然後再開著你的船 再去下一個小島 這個就是冒險 好玩的地方 開船好玩的地方 OK 你剛才有提到所謂的VIP行程 什麼叫VIP行程 其實我們沒有在做這個 你想的是跟我想的一樣嗎 我不是在想那樣 我的意思是說 比如說像遊艇 比如我們買了 我打個比方好了 比如說像賓士車 他可能會辦車聚 然後那個車聚 可能公司有幫他安排什麼行程 比如說我們三天兩夜怎麼樣 對 那你們有在幫客戶安排 這樣的行程嗎 有有有 其實我們 買船好玩的一個 另外一個點就是 我們會做一些 維護客戶關係的一些活動 那這個活動 像你剛講的車聚 這個我們是講 Rendezvous 對 那個是一個類似船組聚會這樣 那大家會從 比如說我們會挑一個點 有 New England在美國東北部那邊 新格蘭 跳一個島 對 那我們可能會說 我們辦一個船組聚會在那邊 那大家就來吃吃東西 然後我們會辦一個帆船比賽 那就是大家時間到了 早上幾點在這邊集合 一起開帆 往前開 然後我們會規劃一個路線 然後看大家 比如說繞這個島三圈 然後再繞下一個島三圈 然後回到原點 看誰先到 然後到了我們就會頒獎 會比賽 然後比賽完之後 大家就聚在那裡討論說 你的船怎麼那麼慢 你花那麼多錢 在這個 在這個配備上面 那個 碳纖維的圍桿 讓你船變很輕 然後變很快這樣 可是你還是沒有開得比 另外一個人快 你這個給你討論 你花這麼多錢 所以他們開船 其實跟當兵一樣啊 當兵注意 前面看到大樹 走去又回上三圈 差不多 那我們說玩車的有改車嗎 對 玩船的有改船嗎 一直都在改 他們其實常常在花這個錢 要加什麼 你可以跟我們 比如說性能上可以怎麼改 比如說現在帆船主要 大家會改說我的圍桿 比如說原本是鋁製的 那我換成碳纖維 卡蹦的一根圍桿就要20萬美金 多20萬美金 OK 那我可能帆 帆有很多種帆 那 有比較 現在比較高級一些科技帆 他們 加那個科技帆 可能就加10萬美金 所以你光一個帆跟一個圍桿 科技帆 就是他們 科技帆是編織的方式 他們現在有一些 奈隆 以前是早期是奈隆 現在是一些 也會加碳纖在裡面 然後還有它的帆的那個 形狀的設計 對 他們也都會做一些調整 那這個就是像你講的改車 那有的還會說 我要加一個 水底發電的那個 一個 引擎 就是你掛在船後面 那我當然我在開帆的時候 然後我掛一個在水底發電的螺旋槳 在下面 那它就會回充電到 到你的系統裡面 是 這個就是會加一些有的沒的 對 那Andy 你們做過最貴的一艘 就是接到最大的一張訂單 一艘船多少錢 大約一億 大約一億 台幣還是美金 一億台幣 一億台幣 那一億台幣的船 它擁有多少配備 對 跟別人不一樣 跟別人不一樣 其實我們那個 都是已經頂配沒有錯 對 但是我們有時候會加 有人可能會特別要求說 我的帆船裡面要有浴缸 要有火爐 就是奇怪你帆船已經 為什麼要有浴缸 對啊 你就跳下去就好了 對 但是他們就是 有錢 就是一種 對 他覺得我要舒適 我要洗的 我就是要把我的船 搞得像汽車旅館一樣 我還要放八爪椅 怎麼樣 怎麼樣 我還要放八張八爪椅 不過他們也是 因為你要知道他們 他們賺錢真的 是辛辛苦苦的賺 賺到 這個可以買船的錢 因為他們有很多客戶都會跟我講說 他們其實小時候 就玩過我們坐的船 然後 就把 就從雜誌上 撿了我們的船的照片 然後就貼在冰箱上面 可能過了三十年四十年之後 我終於買到了 他們是這麼辛苦 熬了這麼久 才買到一艘自己的一個夢 夢想的船 就是American dream 對 那 這個我覺得就是一個美國人 你剛才在講就是有些客戶 就是他從小可能就是看著你們的船 是 那你第一次上船幾歲 十三 十三歲 也就是你到國外去念書的時候 對 所以你在台灣的時候 那時候沒有上過船 對啊 我們台灣其實沒有 我們公司的人 其實不太有機會接觸到船 我們就是製造 然後到國外給客戶去享受 就交船之後就結束 不過我們現在也開始漸漸的有讓 公司的同仁他們有去慢慢接觸 我覺得你坐的船 你坐的產品你還是要有去接觸 你才會比較懂 比較知道說 做出來哪裡好哪裡不好 十三歲出國去念書 對 然後第一次上船也在國外 對 是什麼樣的契機 也是船組聚會 對 就是大家也聚在一起 那那個時候我們就會分配說 你住那一艘船 你住那一艘船 然後住在船上 大家就是 會把船排一排 然後大家在船上 就到處去 然後他用鐵鏈把他給鎖起來 這一招叫火燒連環船 我在赤壁之戰 裡面有看過的 OK 那Andy我們這麼說 就是你回來 等於算是紙程副業 是 你那時候有沒有想過就是 乾脆就躲在國外不要回來 也不會 其實我覺得這個是一個蠻好玩的產業 那時候就一直覺得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我跟我姐姐兩個人就覺得 好像有這個義務需要幫忙 傳承 就是這個產業蠻好玩的 又可以認識很多 真的蠻有趣的一些客人 然後他們也都是在自己的行業裡面都非常成功 非常頂尖的佼佼長 對 所以跟他們學到也蠻多的 所以我們覺得 這個其實是一個非常棒的行業 OK 所以如果說 當我們說台灣的船到了一定程度 因為台灣其實遊艇很出名 OK 世界知名品牌LV 其實也是跟台灣下訂過一艘遊艇 而且是以美金幾億為單位 然後也是有關閣雄哲 也是我們隔閣雄哲 OK 你有沒有想到台灣的遊艇 好像我們做了很多遊艇 給世界各國去使用 但是台灣的遊艇風氣其實並沒有很興盛 你說以我們高雄來講 大概就是那個古山那個碼頭 它那邊有規劃一個遊艇碼頭 是 可是其實停不到幾艘 主要真的還是漁船居多 對啊 就是你覺得台灣在這方面到底怎麼推廣 因為這幾年其實出現了很多所謂遊艇俱樂部 對 雅果 對 可是好像還是 它還是就是那一撮最頂尖的人在玩 對 像我們這一種就是壽星階級社畜 每天為了貸款 為了三餐擔心的人 我們距離遊艇那麼的遙遠 有沒有什麼樣的方式 可以讓我們有機會去接觸到遊艇 可以做租人 你可以去租遊艇 這個其實在國外也一直是蠻流行的 就是你去租這個船 一個禮拜或者是租個幾天 然後來去開出去 去試試看 其實我們跟客戶講也會類似的方式 就是說你先不要決定你要買什麼船 你就去開開看 你開了之後才知道 每一個品牌的船有什麼不一樣 那你剛剛提到這個我覺得 就是可以你先從租刃去做 你可以 但是不一定要在台灣 你也可以去地中海做租刃 去土耳其 去那個加勒比海 去巴哈馬 其實很多地方你去那邊玩船 那個感覺都不太一樣 很漂亮 那個水是清澈 然後白色沙灘 然後小豬在水裡面 在海邊游泳 你有看過那種類似的影片嗎 豬在游泳 在一個無人島上面 然後你只要船開過去 就一群豬就往你游過來 豬會游泳 我比較喜歡看一群妹往我這邊走過來 我不想看一群豬從我這邊走過來 那這麼說 很多人在討論 游泳討論到最後就是所謂的船舶費 是 船舶費怎麼算 這個他們會用尺來計算 用尺來計算 就是你的船的長度 然後一尺多少錢 一尺多少錢 那一般正常來講一尺多少錢 OK好我這麼講好了 今天我種樂透 而且是頭獎 而且種了八次 連續八期都我種 OK好不好 然後我突然有錢 然後all in 買台積電 然後台積電 在兩年之內 漲到一股八萬六 OK 然後我付好了 我有錢 OK 我可以跟馬斯克一起吃晚餐的那種當機 然後我現在跟Andy 我想我想弄一艘遊艇 OK 然後我目標不大 我大概就是這艘遊艇 我沒有環遊世界 我出這麼多人去出事情要怎樣 我就是這艘遊艇 我可以想到呢 我就開到澎湖走走 好那遠一點呢 我可能就到沖繩 甚至到有空阿嬤 OK 頂多就到北海道神戶 這樣子 大概這樣要多大艘的船 我覺得大概40尺左右 40尺 就差不多 好那40尺的船舶費要多少錢 在台灣可能也要大概四五萬塊左右 一個月 一個月四五萬塊 對四五萬塊到五萬塊 但其實看你在哪裡 像譬如說你在遊艇港 跟漁港 或者是說 比較新建的那些遊艇港 都不一樣 價格其實是差蠻多的 所以其實你還是要 你要玩船你就要做一些功課 去做一些research 哪一個港口比較適合你 對 比較安全 因為其實有時候不是錢的問題 有時候是安全的問題 你停在那邊 如果一個颱風來 像我這一次颱風 我就覺得很可怕 那個船在 那個浪都是四五米 從外海這樣進來 那個高雄內港也是 風浪也不小 而且還遇到大潮 對啊 愛河都淹起來了 對啊 整個都淹水 OK 其實台灣我們說是 世界知名的遊艇王國 而且我們叫海洋台灣 在兩三百年前 人家說登山過台灣 這麼多我們的祖先 冒險翻案渡海來到台灣 結果這幾年 我們說不斷地在推廣 有關台灣的觀光業遊艇這一塊 但是似乎我們的遊艇的發展 或者是說帆船的發展 好像還是距離國外很遠 到底是因為民族性的問題 文化的問題 還是政府法規的問題呢 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我們今天非常謝謝Andy 來到我們其有此旅的現場 其有此旅 各位我們下次見 拜拜